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肉自从5月初以每股25美元上市以来 时日股价来到186.43美元 涨幅比近600% 可说是截至目前为止2019年最成功的IPO 现代人注重养生 希望在摄取足够蛋白质的同时 能够减少肉类食用量 因此以植物为来源的人造肉 开始获得消费者青睐 传统素肉大厂和各家食品业者如灵大敌 也开始研发拟蒸肉产品 加勒市旗下子公司 还有美国肉品龙头泰森食品 都推出口感拟蒸的素食鸡块 肯德基的素肉炸鸡宝也即将在英国开卖 虽然也有专家警告人造肉风潮 最终恐怕只是一场泡沫 不过预计2035年以前 人造肉市场市值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 庞大市场也吸引各家业者 投入这场假肉大战 三十七五的终于报道